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都机场再次遭遇雷暴天气袭击 在昨晚今晨 先后持续四个半小时的雷暴 并半中阵雨天气中 共导致16个进港航班被降周边机场 致使成都机场两条跑道 曾一度实施停航关闭 有19个进出港航班被取消 造成一部分进出港航班受到影响 被迫延误 致使近1万名旅客出行受阻 滞留于机场 对此 成都机场在今晨1点12分发布了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的基础上 于今早6点30分发布大面机航班延误预警信息 并于6点49分将大面机航班延误升至黄色预警 这是成都机场在今夏第四次发布大面机航班延误黄色预警信息 如此高的频率 在成都机场非常少见 与此同时 西南空管局气象部门 也于昨晚10点30分发布了雷暴半中阵雨天气预警 据介绍 这次雷暴半中阵雨天气 是从昨晚10点30分开始 一直持续至今晨的三点 先后持续了四个半小时 在这期间 共导致成都机场16个进港航班 分别被降重庆 贵阳 昆明 南冲机场 致使成都机场在今晨的1点20分到1点50分期间 实施了双跑道停航关闭措施 导致19个进出港航班被取消 造成一部分航班受到影响 致使近1万名旅客出行受阻 对此 成都机场在今晨1点12分发布了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的基础上 于今早6点30分发布大面机航班烟雾预警信息 并于6点49分将大面机航班烟雾升至黄色预警 这是成都机场在今夏第四次发布大面机航班烟雾黄色预警信息 如此高的频率 在成都机场非常少见 与此同时 西南空管局气象部门也发布了雷暴半钟 阵雨天气警报预警 从今早6点开始 成都机场天气再次出现强降雨 并影响到今日的航班飞行 从6点开始 成都机场实行了航班在东跑道降落西跑道起飞的隔离飞行模式 也就是说航班执行效率仅相当于一条跑道的容量 由于极端天气还在持续中 造成航班起降效率非常低 也再次引发今天的部分航班掩物 一部分旅客不能按时飞往目的地 滞留于机场 等待所乘航班的起飞通知 据了解 昨天成都机场计划飞行航班964架次 由于出现极端天气 造成部分航班取消 最终实际仅执行了944个航班 截至今早7点 收到航空公司报来的5个补班 后续将有更多的航班 在今实施补班措施 因今早成都机场再次出现强降雨天气 北疆外厂的16个航班尚未还回本场 据悉 今天成都机场 共安排967个航班 由于昨晚今早 延误积压的航班量较多 所以今日航班量还将有一些变化 到今早7点 今日出港航班已延误34个 取消航班达7个 降降雨还在持续中 后续将有更多的航班受影响 旅客出行时间 则难以保证其正点 成都机场积极应对极端天气 对航班运行和旅客出行造成的不利影响 加强与航空公司 空管部门的沟通联系 并及时跟踪天气变化 通过多渠道收集 研判本场天气信息 尽早做出预报 提前做好航班延误前的保障 和旅客的服务准备工作 在掌握航班变化动态信息后 第一时间对外公布 便与旅客及时调整 安排出行时间 针对昨晚的雷暴天气 机场迅速启动了连运动机制 积极做好滞留旅客的服务保障工作 及时提供饮水 住宿和餐食 确保滞留旅客遇困难有人帮 遇难题有人解 遇事有人管 滞留旅客也积极配合和理解机场 航空公司所采取的应急保障措施 整个成绩秩序有条不紊 忙而不乱